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 是2022年9月13日 星期二 今晚我們是有直播的了 在香港時間8點半 英國時間1點半下午 我們會直播 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打開口牌 就說 習近平 習近平是會去訪問哈薩克烏之別克 出席上合組織會議舉行的峰會 跟著 跟普京見面 中共一直以來三鑑其口 直到昨天 12日下午3點 就公佈了 習近平 是會去訪問的 在14日出發 竟然 12日才公佈 這個是一個 臨時的決定 可以告訴大家 之前 一直都在猶豫 去不去 大家 如果用普通話說 就會回心來輸 去不去 去不去 當你行 普京的時候 你就會 迎面而來有 無數次的被人問 去不去 當然 習近平 當時的心情 絕對是比 在普京的倒下更加複雜 因為這個問題 是什麼呢 習近平 被一大群貴里佬夾 是嗎 迎面而來的 無論是俄羅斯美女還是哪裏的美女 都沒有辦法提起興趣 大哥 我也輸了錢了 你還問我輸不輸 是不是 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我們就這樣分析一下 中共一直以來 其實都不想去的 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是說習近平 原因就是 北京太重要 不可以的 不可以在那麼關鍵時刻 離開北京 現在離開了北京 意味著 他有機會 被政變 推翻 可能他回不了中國 可能 他會在這個出訪途中出意外 好了 剛剛結束俄羅斯訪問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律戰書 向 普京 轉達了習近平的承諾 堅決支持俄羅斯 然後 普京還說有說話要交代 你過兩天都見面了 還要交代什麼呢 其實 當時 普京收到的消息 都應該是習近平沒有答應你 你說的 為什麼習近平突然間 會決定去呢 這個是習近平 兩年多 接近三年以來 第一次 出國 出國的形勢 真的很特別 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次的出國 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好了 哪一個大決定呢 就是習近平 不再 爭取連任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我就分析給大家聽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經濟環境很好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就支持我們的Patreon 因為現在我們 PayPal沒得用 被人封了 銀行戶口也一樣 被人封了 現在只剩下Patreon 可以有效運作 當然啦 我們的無限碼 大家也可以點擊廣告 幫我們看廣告 分享我們的影片 給各位朋友 這樣也可以幫助到我們廣告收益 所以 經濟環境一般的 大家就可以用無限碼大法 不一定要付錢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想跟大家說 這次的普京一定是有求於習近平 最近已經傳出 他們在天津有一大堆的坦克車 游上了中國的標誌 產了 游上了北韓的標誌 全部就是 當是北韓的名義 送去給俄羅斯 當然啦 俄羅斯表面上買 最終也是中共付錢的 俄羅斯有條冷錢嗎 當然其實有的 俄羅斯有千多億美金的 兌水人民幣放在中國 現在 據說 好像人民銀行 好像要凍結他 還是中國銀行要凍結他 三千元也凍結啦 何況你千多億 當然不讓你拿錢 好了 我們要說回普京這次 為甚麼 他會跟栗戰書 轉達呢 過兩天你也會見面的啦 你有甚麼需要轉達呢 過兩天你自己說不可以嗎 當時 他跟栗戰書說過一番說話的時候 其實 他已經打定輸數 習近平不理 因為在這些關鍵的時刻 作為一個領導人 其實中共也好 俄羅斯也好 領導人 出遊出訪 很大機會發生政變 蘇聯發生過兩次 中共也發生過兩次 蘇聯那兩次 第一次 就是克魯曉夫 他去黑海度假 就被人 軟禁 回到黑海度假 被人推翻了 已經沒有了總書記做了 第二個是誰呢 就是 戈爾巴喬夫 做了一陣子小小的 中國也出現 出外之後 回來被人架空了 兩個 一個是黨主席 一個是總書記 黨主席華國鋒 訪問完 出訪完之後 回來 沒了 被人架空了 另外一個 是總書記 叫趙紫陽 訪問完回來 又是一樣了 整個形勢變了 所以 在這個二十大 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習近平 根本是沒有理由走開的 也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普京預計 他 是有機會是不理的 所以才要跟 律戰書說 交代你 轉告給習近平 這個律戰書也是一樣了 我也會把你的意思轉達給主席 你自己見面就可以了 過兩天你也要見面了 當時沒有想過見面 現在為甚麼又要見面呢 其實我一直都百思不其解 習近平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習近平 還是要鬥陣 還是要跟元老搏鬥 最近很多一連串的活動 一連串的舉動 是證明習近平 是沒有放棄的 但是這次他 決定 去烏茲比克和哈薩克 這兩個國家的官網 都是沒有報導習近平會到訪的 其實 大家都是覺得 15、16應該不來的 不過俄羅斯 採取一個 夾倉的方法 是不是他們夾到習近平出來呢 我覺得 不是 不是就這樣你夾到 最大的問題 但是習近平 應該是在這次的權力鬥爭之中落敗 他應該要交回總書記出來 他不會尋求總書記連任 反而 國家主席 因為沒有任期限制 他是會繼續做國家主席 但是總書記不會 去 爭這個位 因為這個位 沒有得爭 這個 就是唯一可以解釋得到 為甚麼他會在這麽關鍵的時刻要離開中國 因為這些時間 不要說中國 離開北京都怕政變 真的離開北京 都分分鐘會出意外 大家都知道 中共的鬥爭 很激烈 這段時間 其實形勢每天都變 習近平有反撲 我們看到北部戰區換人 也傳出北部戰區 有軍演 有政變 很多傳聞 不單止如此 而且習近平也都在 9月8日 原來是新聞封鎖李克強 李克強當時主持了一個重要會議 但是 人民日報 央視 全部都不報 結果剛剛才報出來 那麼重要的會議 竟然是分新聞封鎖 這個是 當時習近平 還未 還未決定出房 因為 他還要跟 李克強鬥 那為甚麼現在決定呢 估計就是習近平已經鬥輸了 鬥輸了 沒辦法了 出房了 因為 之前也有 全個元老 是不同意他跟 俄羅斯走得那麼近 他也看到 俄羅斯現在兵敗如山倒 其實 根本沒有好處 因為 現在你不是說中送炭 你是把你的 資本 賺到一個 沒有得贏的 一個註冒 他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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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根本 不應該去 就算 連人也不應該去 因為你沒有好處 普京看到你 就把你打破了 他已經被人打到這麼快了 說得難聽一點 這個人是黑的 是不是 你還要跟他 是嗎 近朱者赤 近朱頭也是赤 近墨者赤 這人是黑的 打敗仗 你還去看他 就會是敗君之仗 不就還會用敗君之仗 肯定我認為習近平 放棄了連人 或者他已經被鬥了 他已經知道沒得贏了 不能贏了 只能夠認輸 我回收 현 28 保安 麻煩原場啦 不過 如果是這樣 他這次的會面 也不會答應俄羅斯甚麼 可能也只是 以仗徵式應酬 大家藍兄藍弟 你和我都快要下台了 你又可能被人政變推法 我又不能繼續做下去了 大家的普通 普團痛哭 大家在同溫層 又或者 為勞取暖 為了這樣才能解釋得到 為甚麼習近平 要去這次的會議 如果不是 解釋不了 因為你控制不了局面 因為局面 隨時會失控 這個我們會另外講一節 出外究竟有多危險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